身下車這晚迎來的不只閃光燈 改身小禮服點綴星星和月亮的圖樣 走進餐廳 準備慶祝34歲生日 不僅破天荒被時代雜誌選為年度風雲人物 泰勒斯今年3月展開的時代巡迴演唱會 預計2024年12月結束 但一年不到演唱會收入就已經刷破 10.4億美元 相當台幣325億 擊敗英國傳奇歌手艾爾頓槍創下金氏世界紀錄 但這還不是最令人稱奇的 因為 就在泰勒斯的家鄉 賓州議會通過表決 將2023年定為泰勒斯時代 The Swift effect refers to her impact far outside the world of music She has more people watching American football because she's dating a football player Travis Kelsey 大方晒出慶生罩 泰勒斯在Instagram寫下 謝謝所有人的祝福 還不忘捐出100萬美金 約台幣3150萬的善款 給天納西州龍捲風的災民 不過生日派對上沒見到飛文男友 原來是因為 據悉崔威斯凱爾西在10號球賽結束後 就已經提前替泰勒斯慶生 但更讓粉絲驚喜的是 熱情勇吻 粉紅泡泡繞繞 在與親友的私人聚會中打防放閃 就差沒有 正式公開 2023年狂賺624億的泰勒斯 粗估2024年收入將會倍增 可以預期填後效應 持續延燒 三天新聞 王少雲報導